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新剧《陈香如谢》已杀青,大家盼望尽快播出 对于陈香如谢,在开机前也曾有过女主角争议 最终三方联合声明杨子出演该剧 拍摄期间陈香如谢时常有路透在网络曝光 无论是杨子还是陈毅的造型都非常在线 并且路透及预告中二人都非常搭 成为一部被誉为可超越《湘密流离》的一部剧 昨天,杨子和诚意领衔主演的古装仙侠剧《陈香如谢》 已经在日本杀青,禁不住兴奋的杨子在评论区发了多个啊啊 感觉杨子在下半年有些倒霉,连续两部剧都黄了 虽说那部《余生》,请多指教还有希望播出的 但至少推到明年了 至于女心理师能否开播取决于张军宁 就看她高不高兴 这部《陈香如谢》历时192天 终于杀青,对杨子来说,的确是个很大的安慰 她也想快点播出作品,比粉丝还着急 要不然,她的人气会不断地下跌 现在取消了人气排名还好一点 要是像之前一样 估计在榜单一路跌下去杨子会更加心慌 为了庆祝杀青 杨子还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自己的角色剧照 从剧照中可以明显看出,白色系的战损装让人感到惊艳和心疼 仔细看杨子的战损装,她的头发凌乱 她雪白的衣服上有血迹斑驳,脸上沾满了鲜血 在原著小说中,应渊帝君被火毒伤了双眼 为了帮助应渊恢复光明 严旦毫不犹豫地为应渊偷仙灵草并割掉半颗心来换取应渊的眼睛 然而,窃取仙灵草是在天堂誓重罪,需要在刑台上受到天雷的惩罚 看着杨子身上的伤,不免让人感觉心疼 现在沉香如谢杀青了 3月诚意定庄照发布 4月初官宣杨子担任主角,10月中旬全部完成,耗时长久 目前影视剧都是快餐文化,拍摄时间都很短 沉香如谢的拍摄周期远超同类型电视剧,就很奇怪 这部电视剧的备案是40集,7个月拍40集电视剧显然太奢侈了 即使杨子,诚意都是来自欢瑞的人,他们的报酬也会低于外戏,但也不能如此浪费 然而同一家公司又备案了沉香仲华,网传沉香如谢会分两部分播出 这是在湘密之后,杨子再次出演仙侠剧,最近,杨子运气不好,新剧又延期了 沉香如谢的幕后团队目前还是挺安全的,而欢瑞也很重视沉香如谢 拍摄地点也不仅限于横店,剧组还去新疆进行拍照,他们对影视剧的态度值得肯定 男主角诚意的造型似乎是从琉璃机组人员那里借来的 他的发型和斯丰一模一样,杨子和诚意在剧中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叫狗蛋,也是挺随意的 杨子在剧中抱着他儿子的照片,非常温柔 小演员扎了两个发际,非常可爱 沉香如谢沙青,大IP改编,加上男女主角都是当红花蛋小生 自观宣就成为影视圈,一直是热议的话题,收视率肯定不用愁,期待他的播出 这次,杨子的新剧《沙青》,估计又让广大粉丝看到了希望 都想该剧尽快开播,因为太久没看到杨子表演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